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出的万宝龙146EFGM的一个视频 那就顺便把这个科普类视频就给讲一讲 那有什么讲的不对的,麻烦大佬指点一下 首先我们进入主题 我们先把笔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是活塞组,我们按组来分 第二个是笔尖总成组 第三个是笔杆组 那我们第一个笔尖总成组 笔尖总成组的话,笔尖和笔舌我会大概的讲一下 然后呢,再下来呢,会讲一讲笔杆 笔杆再下来呢,会讲那个光膜穿 再下来呢,两个主要部分都讲完以后吧 但笔杆的那个装配我是不讲的 因为笔杆装配是这样子的 一到四代的配件应该是通用的 然后五到六代的配件是分别的也通用 活塞组的话就是第三个部分嘛 活塞组就完全不讲 因为第一个你从外观上面看不出来 第二个的话就是,呃,也正常的也不会让你拆笔 因为这个主要是一个新手向的视频嘛 就是说一开始想买一只万宝龙 也不知道买现场的 还是说买一个老板的 就主要是做这样子一类的一个科普类视频 好,那大概这样子 那我们就先开始一下 那首先,呃,笔杆的话总共是有六代 就是说一到六代的万宝龙的话 一四六它是用笔杆做一个基础 然后来分的 那这个的话是从,好像是从日本那边开始做的 那也就是说,一个笔杆它有时候有可能是 只有一种笔舌的一个配搭 或者一种光木窗的一个配搭 但是呢,它也有可能是怎么有三到四种 就是说这个都,呃,怎么讲呢 就是,呃,呃,就不要乱它这个 那我这里,呃,做了两张图 那,现在第一张先 那,呃,就是说来不及看了 可以先把影片给暂停一下 然后再来说看这个影片 嗯,首先现在能看到 那后面会有一个放大图的 那不用担心 第一个就是这个,呃,一到六代的一个笔尖嘛 那这里写了上面的一个连分 然后右边部分是一个笔舌 那分通常怎么去分呢? 因为是用笔尖为基础 那通常是一个,呃,比如说我是 那一个1950年,然后就是开始嘛 1950年开始的时候 那,呃,前期中期后期就1950到1960这样子 那就一个,呃,就这个年段的前期中期后期就来区分 那可能是前面是三年也有可能是四年大概这样子分 因为太细也很难去找它那个连带 好,那这边左边是笔尖,右边笔尖大概过了一下以后 然后我们再下来下一张 那也是一样用做一个笔尖作为基础 也是按前中后期来分 呃,右边的话就是一个光幕窗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来分 那这两张图的话你们可以前进后退辛苦你们一下 然后去来看一下怎么去分 对,是比较乱 因为屏幕也有限 然后我能放的内容也是非常有限的 好,那我们先开始讲 那这个就是笔尖的一个放大图 让人看到呃,左边的最右上角就是一个一带嘛 一带的话是这样子 那它首先最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跟现场有点接近 但是,但是在那个通常我们讲那个中 149有讲到一个什么中白中环 讲的就是那个笔尖的一个交界处 呃,金色和银色交界处 那通常会叫那个中白 那他就说在中白交界这个地方 它是没有雕花的,这是一代 二代三代四代它都是一个单色间 那二代三代的话 其实就是,呃,雕花没什么好讲的 比较容易认的地方是在于这个 呃,一个印有18C,一个印有14C 那到再下来了四代五代 那四代五代是这样子的 四代的话它是一个印有14K 那这时候就开始用K来表示了 前面的一到三它是用C 那开始用K以后 然后五代也是用K 然后最大的一个特点是怎么样 就是五代它是用一个笔尖 就是双色间开始 那一代是有双色间 然后再下来就要等到五代了 那通常,呃,五个人来讲的话 比较建议就是说 买五代以后的会比较好一点 第一个,双色间也比较精致 然后后面讲到的一个观摩窗 也是就是现场的观摩窗 也是从那个四代尾五代头 五代头的这样子一个时间 就前面那张图有讲到就是那边开始 那这样子它的一个生产质量也比较稳定一点 那笔尖上面的斜杆还有那个 呃,就没办法讲 第一个没有那个笔 第二个,斜杆这个东西很主观 就没办法讲 好,那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 好,那再下来我们就讲一下 那个我现在这一支的一个笔尖 我这一支是五代的 你看到上面就是有一个14K 然后呢,再下来的话 有一个叫做 呃,六代的一个笔尖是什么 就是呃,这张图上面能看到就是一个 AU585 能看到上面可能不是很清楚 那当然打磨方式的话 也是跟五代不太一样 呃,而且六代是比五代的那个中缝是大一号的 就是五代的F间 但是在六代里面它是一个EF间这样子 那大概的话就是六代它呃,不确定是不是那个万把龙自产的一个笔尖 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说要就亲自去试一下才会比较好一点点 好,那笔尖大概就这样子 我们再下来讲一下那个笔尖 笔尖的部分是这样子 那一到四代的话 能看到一代双钩 二代也是双钩 但是在左右两边的话 你能看到就是呃,多了那个凹槽 就多了一排的凹槽 三代的话跟四代的话是怎么样 样子是一样的 但四代的一个呃,那个什么 就是这条呃,有一个小槽 它是一个双层笔尖 然后呢,就外观上面没什么差别 五代六代和五代的话就是之前我在测试别人没有讲过嘛 就踢着了,踢着讲的就是这个 它是这个踢 很多人会把那个三代跟四代 那个误以为是踢啊 就是那个就中间它是左右两排槽嘛 但中间没有没有槽的 很多以为是那个踢 其实是讲的是这个 好,再下来的话 六代跟七代的笔尖的话就 呃,一模一样 差别在于哪就是这里有个小洞 就插这个洞而已,没有别的了 那笔尖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好,那我们再下来的时候就是讲那个 嗯,光莫川 光莫川的话是这样 呃,总共的话就是一代到五代 那,呃,我刚刚推荐的话就是怎么样 主要讲的是三代和四代 三代和四代都纯透明 但三代是蓝色的 呃,那个四代是普蓝色的 五代就是那个现场的那个光莫川 那我个人有说过我推荐的是那个五代的 所以基本上光莫川是现场的 只是说这个部分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一四六的话的一个总共预览是这样子 那像前面讲到的一个笔尖和笔尖 那光莫川这三个地方你们要自己去多看几遍 然后记一下这样子 那还是一样就是因为新手嘛 对笔也不是很了解 我也不是很熟 毕竟我也不是卖笔也不是专业的 只是说大概做一个这样子的视频 那希望各位帮忙那个知道一下 如果讲的不对的话 好,那现在呃,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到大家 然后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啊,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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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